怎么现在才吃午饭 今天工作很忙吗 那就好 我在外地出差 刚才在车站 看见阿弗洛迪特女神像 突然就想起了你 怎么说呢 还挺震撼的 雕塑师以卓越的技巧 复刻了他和谐而优美的体态 残缺的上枝 反而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美 人体结构与动态变化 充分体现了人的内在生命力 与精神智慧 我一直觉得 它是古典艺术的最高境界 高贵端庄 肃穆而伟大 原来你也有这种感觉 那我们算不算是灵魂共鸣 你不想回答也没有关系 我已经从你的表情里猜到了答案 我没系统地学过雕刻技巧 只是在上古典艺术课时 简单了解了一下 有尝试雕刻过 但是手法过于稚嫩 成品与预期相差很大 没谦虚 实话实说而已 不过 倘若有你做模特 我的雕刻技巧 一定可以长进不少 没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求之不得 而且 为了感谢你给我当模特 我决定送你一份礼物 是阿弗洛迪特女神像的照片 虽然无法将雕塑的立体感和细节 展现得淋漓尽致 但作为纪念物 还是不错的 跟我客气什么 才几天没见啊 就把我当外人了 好 回去见 拜拜